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这头奶牛很老了 已经挤不出牛奶来 于是 寡妇叫杰克去市场上把奶牛卖了 妈妈 请您放心 我会找个好农夫卖个好价钱 杰克说完便牵着奶牛出门了 杰克走在通往市场的路上 遇到了一位老人 我很久没有喝过牛奶了 我这里有五颗豌豆 可以换你的奶牛吗 老人问杰克 杰克觉得这笔交易虽然不划算 但是这位老人看起来实在很可怜 就拿奶牛换了老人的五颗豌豆 杰克回到家后 妈妈生气地骂他 一头奶牛却只换了五颗豌豆 我们现在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说完他就生气地把豌豆扔到了窗户外面 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 令人惊讶的景象出现了 院子里竟然长出了一根又高又壮的豌豆镜 真是太神奇了 这一定是那些神奇的豌豆长出来的 杰克说完就顺着豌豆镜往上爬 最后他发现自己已经穿越了云层 在云雾中 一层灰色的城堡 慢慢地出现在杰克的眼前 城门没有上锁 杰克用力推开城门 一位女巨人出现在他面前 他紧张地说 我丈夫是个可怕的巨人 他会吃小孩 你快走吧 杰克害怕地说 嗯 可是我已经饿得没有力气了 可怜的孩子 这些东西给你吃 再也不要到这里来了 女巨人不但给了杰克一袋面包 还送给他一大袋金币 正当杰克准备离开的时候 外面传来了一阵巨大的脚步声 快躲起来 女巨人赶紧把杰克推进了烤箱里 就在这时 巨人走进了厨房 她问 怎么有小孩的味道 你别胡思乱想了 女巨人说 但巨人还是不死心 她用鼻子在厨房里到处闻着 女巨人赶紧替巨人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美食 还有一大壶酒 巨人一边享用着美食 一边大口地喝酒 渐渐地忘记了刚才的事情 她喝着喝着 腿搭在桌子上睡着了 过了一会儿 城堡里响起了像打雷一样的呼噜声 杰克悄悄地从烤箱里爬出来 他紧紧地抱着女巨人送给他的东西 头也不回地逃出了城堡 杰克顺着豌豆镜爬回到地面 发现妈妈正焦急地站在下面等他 杰克高兴地把袋子里的金币 倒在妈妈的面前 并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有了这些金币 杰克和妈妈终于可以过上好一点的日子了 杰克心里非常感激 他很想当面谢谢女巨人 所以决定再去一次云端上的城堡 这一次 杰克没有见到女巨人 却看到了巨人 还有他面前桌子上的一只鸡 杰克完全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了 因为这只鸡正在下金蛋 巨人发现了杰克 正要抓住他的时候 鸡咕咕咕地从桌子上跳下来 领着杰克往豌豆镜的方向跑去 就这样 杰克带着下金蛋的鸡 一起回到了家里 从这天起 杰克家变得非常富有 他们请来木匠 换了新的屋顶 还加盖了新的房间 但是杰克和妈妈 没有忘记之前贫穷匮乏的日子 所以他们决定要用目前拥有的一切 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日子似乎越来越美好 但是妈妈却越来越不高兴 即使邀请著名的马戏团小丑来表演 妈妈的表情也是悲伤的 原来妈妈认为 应该把这只会下金蛋的鸡 还给原来的主人 杰克听了妈妈的话 决定把鸡带回城堡 还给巨人 一天晚上 杰克鼓起勇气 再一次爬上了豌豆镜 悄悄地潜入了城堡 正当他想要把鸡留下 并离开的时候 他看到巨人拿出一把 会自动唱歌的竖琴 令杰克惊讶的是 竖琴的顶端竟然是 那个女巨人的脸 听着竖琴甜美的音乐 巨人进入了梦乡 这时 竖琴看到了杰克 他小声地对杰克说 你可以把我带走吗 我被巨人变成了竖琴 无法变回原来的样子 我也不想再待在这里了 杰克为了报恩 毫不犹豫地爬上桌子 拿起竖琴就跑 睡梦中的巨人惊醒过来 朝杰克追去 杰克拼命地逃跑 巨人虽然很高大 但是很笨拙 跑得也很慢 这时竖琴告诉杰克 快把弯豆镜砍断 这样巨人就抓不到我们了 杰克顺着弯豆镜 滑到地面 然后拿起斧头 用尽全身的力气 使劲地砍 终于把弯豆镜砍断了 从此 杰克和妈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他们还一直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竖琴每天都弹奏美妙的音乐 让他们的生活更加开心 幸福